作为萨达姆的好兄弟普京 为何没有派兵帮助萨达姆抵抗美国 说好一起共同抵抗美国 却在萨达姆遭遇灭亡危机时 他选择了拭目无辱 难道普京与萨达姆真的只有表面关系吗 2003年 英美两国联军选择跳过联合国投票 直接对伊拉克发起了第二次海湾战争 而在战争前夕 普京就曾派人找到萨达姆 劝服萨达姆放弃政权 可以让他来到俄罗斯庇护 但萨达姆相信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 根本不相信自己会输 更是对英美的联军嗤之以鼻 但没想到战争初期 貌似强大的伊拉克军队就像指呼的一样 根本承受不住英美联军的攻势 很快便全线崩溃 而萨达姆也为自己的愚蠢 付出了谈痛的代价 首先对于当时的俄罗斯来说 国内经济体系并不完善 其中有一些国有资产 都掌握在各个寡头的手中 打仗吧 说到底 打仗打的就是钱 背后如果没有经济体系的帮助 俄罗斯是不可能会赢得这场战争 况且俄罗斯在前两次车臣战争中 就已经发现 自家的军队存在着严重的纪律问题 武器一大部分都是苏联所留下来的 根本不具备支援其他国家的条件 其次2003年的俄罗斯 与美国军事力量差别巨大 俄罗斯的武器根本比不上美国的高科技武器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明眼人都看出来的实力差距 俄罗斯根本没必要去掺和一脚 况且普京还希望能与美国修复一下关系 可以为俄罗斯在国际上创造良好的环境 除此之外 俄罗斯还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虽然萨达姆与普京关系不错 但也仅仅是个人关系 对于国家利益来说这点关系可有可恶 况且俄罗斯的铁杆盟友是伊朗 而伊朗又与伊拉克是死对头 所以从盟友来说 普京完全没必要去帮助萨达姆 最后也是重要的一点 如果普京帮助萨达姆 那么俄罗斯就有可能会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这对于当时的俄罗斯来说是不能够承受的 这也是为什么普京不派兵支援伊拉克的原因 但普京念在与萨达姆的旧情上还是愿意帮助一些的 例如普京就曾在英美两国谈判 希望能让萨达姆获得一线升级 但英美两国是下定决心要攻打伊拉克 普京对此毫无办法 而萨达姆却觉得普京没有真心帮助他 反而觉得普京更倾向于西方 于是萨达姆就单方面解除了与俄罗斯的石油合同 而这一番操作 萨达姆算是把自己的路走死了 普京好心好意帮助你 却得来了这种结局 你自己作死的谁也拦不住 作为萨达姆的好兄弟 普京为何没有派兵帮助萨达姆抵抗美国 大家都知道 自从冷战开始之后 苏联就想要频繁与其他国家达成合作关系 这样可以一同来对抗美国 而伊拉克就是苏联的盟友之一 因为伊拉克的石油资源非常丰富 这也正是苏联所需要的东西 毕竟资源才是永久保值的 在苏联与伊拉克达成友好协议之后 双方在各个领域都展开了合作 据公开资料显示 苏联就曾包揽了伊拉克60%的工程 而这些工程资金全部是以成本价来结算的 有时候苏联还会无偿给伊拉克建造房屋 两国就像好兄弟一样 你帮我 我帮你 伊拉克军事方面不行 苏联就大手一挥给萨达姆送了许多武器和技术人才 来提高伊拉克的军事力量 而伊拉克为了感谢苏联的援助 便向苏联提供大量的石油资源 这极大的填补了苏联的石油空缺 两国可谓是双赢的局面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 双方都用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美国 当时伊拉克正在被美国制裁 而其他中东地区的国家不但不提供帮助 反而是一点也不想与萨达姆接触 生怕惹恼了美国 苏联却在那个时候坚定的帮助伊拉克 这让萨达姆很是感动 而苏联也成为萨达姆唯一一个出访走过的国家 后来苏联解体之后 两国的关系一直延伸到了俄罗斯与伊拉克 并且关系一直很稳定 俄罗斯甚至直接免除了萨达姆所欠下的债务 连本带息120亿美元 这对于当时的伊拉克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就能看出来俄罗斯与伊拉克的关系有多么的好了吧 本以为这样的关系能一直持续下去 却没想到两国的关系会在2003年会发生一些变化 由于俄罗斯当时自顾不暇 经济还没有缓国气 为了俄罗斯未来的考虑普京并没有出兵帮助萨达姆 而萨达姆最终自作自受 那么就有人问了 你不帮助萨达姆就算了 可同样的战争发生在叙利亚的时候 普京又为什么选择出兵帮助巴刹尔呢 首先伊拉克的地理位置虽然是在中东的中心 但并不是最主要的位置 况且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也就一般 只是双方各有所需才会一直很友好 这也是为什么苏联不在伊拉克建立军事基地 而且叙利亚一直都是苏联的盟友 上个世纪的时候 苏联就已经在叙利亚建立了军事基地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知道该帮谁了吧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自然而然就继承了这所军事基地 叙利亚发生战争的时候 普京清楚的知道 如果这次不帮助叙利亚的话 那么俄罗斯想要再进入中东地区 简直是难上加难 因此俄罗斯才决定派兵支援叙利亚 从俄罗斯与叙利亚的关系来看 伊拉克还没有达到这种友好关系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永远都是利益放在第一位 所以普京宁愿帮助巴萨尔政权 也不会愿意损失利益去帮助萨达姆 如果没有巴萨尔政权 那么俄罗斯在中东就缺乏了立足点 这将无法与西方在中东地区抗争 对于雄心壮志的普京来说 这是无法接受的 其实在出兵援助叙利亚的时候 普京也曾与叙利亚反对派聊过天 主要问的就是一旦巴萨尔下台了 反对派能否保证俄罗斯的利益 但反对派背后有西方撑腰 当然不会把俄罗斯当回事 这也是为什么普京能够坚定的支持巴萨尔政权 对于现在来看 普京走的这步棋是非常正确的 不仅帮助了巴萨尔政权的稳固 也在向西方国家展现出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可谓是一举两格 只要是有益于俄罗斯的利益 普京就愿意去做 所以当时西方攻打伊拉克时 俄罗斯根本就不会去援助萨达姆 刚从苏联分解出来的国家 怎么可能能够对抗和美国和北约的实力 俄罗斯怎么可能会为了友好关系的国家 去放弃自己国家的前途 归根结底萨达姆也属于是自作自受 谁也帮助不了他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有不同的观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